台湾在全球半导体供应链占重要地位 日历先端科技在新竹县竹北市成立 半导体先端技术开发中心 设有无城市生产链等 将培训工程师来开发新技术 总统蔡英文也特别出席开幕 武师灵活跳跃 总统蔡英文与日历先端科技 地上望来好彩头 监彩宣布半导体开发中心在竹北开幕 台日两国将有更紧密合作 让护国神山产业持续壮大 台湾半导体产业在全球供应链 持续占有的关键地位 我们的目标是打造台湾成为 半导体新进制成的中心 我也希望这座中心带来的 研发能量跟技术转移 将是实现目标的一大助力 穿上日式祭典服 要木锤敲开九尊 敬开仪式有长寿好运的象征 日历先端科技深耕台湾超过半世纪 从28奈米发展到2奈米以下制成研发 透过四层楼中心 2500平方米的无城市生产线 将强化客制化技术 让关键林组建能在台生产 临近竹科更能带动就业机会 大家都知道台积电 它的研发中心就是在我们竹科 在我们新竹县宝山厢这个位置 研发中心它是不可能分散到南科 中科区它必须要集中在这个地方 那今天NCT设立在这个地方 等于是这个等于是本地化 我想这个就是实现的这个目标 所以我觉得是非常高兴 也非常欢喜 外商持续加码投资 让台湾迈向全球半导体 先进制成中心的目标 接下来机台生产线8月上线 三年内能提供上百个就业 带动科技产业升级发展 三年内能提供上百个就业